4月10日,吴亦凡现身上海为其代言的模糊补品牌活动展台造势 身着一件拼接色牛仔服搭配一条简单的修身长裤 发型帅气飞气 无礼凡凡一现身可是就让台底下的粉丝们尖叫声不断哦 看来有一段时间没在国内公开露面的凡凡 可是让粉丝们都想得不清哦 发布会现场凡凡还大方挑战起了快问快答环节 整个过程更成了粉丝们的回答秀了哦 一个问题,最希望获得的天赋是什么 呃,飞 你最想挑战的运动是什么 篮球我已经会了,这不是挑战了 那叫做,呃,滑板吧,滑板 滑板,好 最刚认识的人会用什么方式作为开场白 你好啊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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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高肢胜 我们本身都很懂小言 你的偶像包股有几斤 没有 有没有一种曾经打心底厌恶,现在却渐渐爱上的学物 并没有渐渐爱上,他们都在说香菜跟鱼,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就坚果吧,坚果我以前不喜欢吃,现在还挺好吃的 好,下一部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变态 变态 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穿衣风格 帅 帅 你觉得哪种颜色最能代表自己 黑色 有没有百看不厌的一部电影 喜剧之王嘛,对,很喜欢 有没有最想记到的一句口头柴 戒掉 戒掉 呃,好像 呃,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呃,没有,我也觉得 嗯,如果不在演艺圈工作 你可能,最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反而觉得 看来现场的真爱粉还真不少呢 对于无理粉粉的风格爱好都是了如之掌 为了回馈广大 粉丝已向擅长篮球的吴亦凡 看到现场有球有有框 就也忍不住小修了几把 就一个简单的投篮动作都能让现场迷妹们都兴奋不已呢 而谈到粉丝们最关心的作品问题 反凡笑颜,目前还没有什么大计划 这下没有什么大动作 小动作吧都是 对,就是随意写的动作 就是顺其自然吧 对,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刚刚推出大作不久 看来无理反反还需要一个缓冲机呢 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反反也是会变身一枚旅游达人哦 看假的长跟短吧 就短假的话就是可能运动一下 打篮球啊 然后这个在家多休息一下 那如果说长假的话可能选择旅游吧 一般我会自己想想 就是如果有假期的话去什么地方玩 就是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旅游胜地比较火呀 然后自己比较适合自己的 就可以安排一下 然后大概就这样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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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